好 那麼各位呢 您從右手邊這邊啊 其實從右手邊這邊的連結有一個我的學習網 那您也可以 如果說您覺得這樣子有點麻煩 您就直接打關鍵字也可以 不好意思 我買關鍵字 老師也要行銷啊 你不能這樣子啊 我真的有廣告啊 所以你也可以從這邊 當然你點這裡要付錢 我點這邊就不用付錢 差這樣子而已啊 好 那您連進來之後呢 在我的部落格上 我大部分您所看到這邊 其實我在這邊有標籤 我會比較偏重在一些教學的內容 包括免費軟體的 然後有一些免費資源 然後像我們今天還會有這個翻轉學習 還有怎麼錄製這種教材的部分 這都是我平常很常在做的 那麼您除了從這邊看到以外呢 在這裡 像在這邊我剛好 應該是上禮拜嘛 去嘉年的 所以我上課會像這樣子 公開的研習的部分我都會像這樣 把這個稍微做一個紀錄 紀錄完之後 黏在下面這邊 就會看到我會有把簡報公布在上面 然後呢 還會把上課錄裡面放在這邊 這都只能賺一次錢 有沒有 那這個是大概是像這樣 那麼 玩弄的翻轉學習器 這是我們待會下一個主題 還會跟各位介紹 另外呢 各位您剛好進去看到 有沒有簡報比較不一樣一點 所以我會用的這種 比較屬於新制圖式的簡報 就是除了微軟的簡報 還有很多不一樣的形式嘛 那Preddy是其中一種方法 那麼我們今天用的是FocusSky 今天第一個您進去看到的 其實還有沒有別的 有 還有其他的 只是說看您需要的一個情形 那再來就是 YouTube 教學頻道 原則上我如果是這種公開課程的 我就會像這樣整理起來 我不會那麼殘忍 兩個小時或一天一個錄影檔 回家沒有人願意邊看邊找的 所以呢 您會看到我剛剛的那個錄影 就像這個一樣 比如說你看我這邊進來 您會發現就是 在這邊的話 也沒有我都有把標題 把它設定好 對不對 標題設定好 這樣是不是回去哪一段 不小心忘記了就直接點就好了 那您看一下右手邊這裡 因為我們待會兒要跟各位介紹摩克斯嘛 對不對 MOX 對按承動木克 那麼這個 有一個很重要的影片 我們大部分會在五到十五分鐘以內 因為超過這個時間 超過十分鐘 我想各位現在就沒有 就是說我有點志情了嘛 超過十五分鐘 直接關掉嘛 插插就好了 你現在 你想看看 你在看影片 你有沒有都跳著看 很多都 頭看一下尾段看一下中邊跳一下 看過了齁 對不對 沒有 現在大家都很忙 沒有什麼認真時間 如果長一點你就 哇 糟糕了 就跳過跳過 所以我把標題是不是都弄得很清楚 這樣你再看就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這個是 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這個是 我有公開的部分 那另外其實學校的也有啦 學校的也有 就是在左手邊這邊 在左手邊 你看如果在學校的上課的 這個頻道 也可以從這邊 這樣 有沒有 很難賺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 給老師參考一下 我在學校的上課也是這樣 等於同學回去之後 他就很單純啊 現在同學找我的時間很早 都是找分身比較多 反正他沒來的 他也知道去哪裡看嘛 對不對齁 那種有些會技術性缺課啊 哈哈哈哈 現在有很多理由可以請假嘛 對不對 他自己 至少知道他要去哪裡找 老師上補課啊 好 那所以這個是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那其實以往 我會用比較多 像您在左手邊 會看到一些課程的 我用所謂Google協作平台 會有一些課程的介紹 但是如果真正上課的部分 我現在幾乎應該說是全部的課程 都是用玩弄這個平台 就是像各位現在也看到的 所以我們大致上會是像這樣 這樣OK嗎 好嗎